人生最熱愛的那個音樂的曲風 那我今天在這邊其實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要控制那個Sonia的情緒 那你不要放歌的時候就哭出來 對對對 有時候會太激動 所以他要提醒我不要太 那個情緒太崩潰 好 那你要跟大家公佈一下 我們今天到底要介紹什麼東西 喔 對 我們今天要講的那個曲風 就是UK BASS UK BASS 先來放一首歌 這樣 嗚呼 欸 喔 就是這種尷尬的 不會不會不會 對 你要這種尷尬你就要接到 對對對 好 我先來那個稍微介紹一下UK BASS 等一下等一下 還不行嗎 還不行還不行 因為今天這個UK BASS 你有太多心得要講對不對 對啊 超多東西要講 好 那我們這邊因為今天只有90分鐘 要是讓Sonia你一個人SOLO 你自己來講UK BASS的話 你覺得你可以講到五個小時嗎 對啊 我剛剛就說我搞不好 應該準備個五集或者是六集這樣 可是因為我們今天只有90分鐘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挑戰幾件事情 我們第一件事情呢 我們是要挑戰跟我們現場的 線上的朋友 喔 線上的朋友 線上的朋友 對 先了解一下 就是讓他們了解一下 什麼是UK BASS 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要101 101 UK BASS 101 對 然後我們總是還要跟大家講一下 UK BASS的歷史對不對 稍微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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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拷下來 對 不是 全部都是Sonia那種青春的記憶 對 用我用寫跟漢寫下來的歷史這樣 對 然後我們還要 我與UK BASS UK BASS 然後和齊講完之後呢 這個時候大概已經是清晨兩點的時候 不會啦 我們會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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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UK BASS 其實它是一個很亂的曲風對不對 它關係很複雜 對 它其實UK BASS 就是你 正常大家會說 TECNO或HAUS 大家就會覺得 TECNO應該長這樣 為什麼拿走我的酒 這個就是 然後 像TECNO就會說 這種曲風是TECNO 啊HAUS就是HAUS 對對對 然後HAUS就 Dubstep Dubstep怎樣 WOW 對 可是UK BASS 它其實是很多種曲風的一個集結 就是 它裡面的 次曲風 有像TECNO 像HAUS 像Garage 可是他們因為都有那種 英國的低音的那種 特別氣質 對對對 所以導致他們最後 都會被歸類為UK BASS 好 所以說這個 它很亂的人際關係部分 我們會留到最後 對對對 我們會一一介紹啦 對對對 好 那所以今天我們節目 目標啦 會講完這些東西 目標欸 失敗就算了 對 失敗的話呢 你們就麻煩下一次 Dogue Radio 好不好 好 敬請期待下一集 對 下一集 Sonia的下一集 Sonia的下一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 稍微介紹一下說 UK BASS其實 它會產生是因為 是 有被一些英國的 它大概是2009年 那個時候開始 大家會 開始講UK BASS這個詞 好 然後2009年之前 有某些關鍵的 那個樂風 導致最 就是它影響了UK BASS 這樣的一個曲風的 行程 可是我想要先問一下 就是說你說2009年 大家才會開始講UK BASS 對 那那個之前呢 就是說之前UK BASS就存在了嗎 之前 它 就是因為那是 你知道人講的詞 對 可是你要說音樂的內容 它是一直都是一脈相承的 一直都是 OKOK 它是一脈相承發展出來 所以說其實它的整個歷史 其實也算蠻長的 只是到2009年 才是比較 對 可以這樣說 其實每個音樂的歷史都是這樣 對 都一環扣一環嘛 就是大家都是從爵士或什麼出來的 喔 就是你 OKOK 對 好 所以我們想說我現在先來 稍微講一下 它前身有被 有被影響的一些曲風 包括像 UK Funky UK Funky UK Funky Grime Grime 然後UK Dubstep UK Dubstep 對然後 還有像Garage UK Garage 現在有四種了嗎 對 差不多是這種 那這四種 Grime其實我也不太了解 Grime就是一個 像英國的HipHop的感覺 等一下會稍微介紹一首歌 喔好 然後UK Funky UK Funky 我就覺得說是一個很Funky 它就是有種喇叭嗎 還是說 我是那種可以搖的 對對對 UK Funky就其實跟Garage有點像 可是它加了一些很多非洲 或是那種 加勒比海 亞麥加的元素 這樣子 對 好然後還有UK Garage UK車庫 UK車庫 對 UK車庫 Garage呢 它其實算是 從Discord 發展出來的一種曲風 OK 哇那Discord就很早了耶 一直到70年代那個時候 對對對 可是它其實重點 它跟House其實有點像 他們氣氛都有點像 可是它的重點是 它很多副點 是 很多那種小鼓點拍啊 然後 很多HIGH HAT的點 都不是在 像四次拍那麼正的拍子 對 等一下來聽一下就知道 像這首 這首就是 喔剛好結束了 好那我來放下一首歌 好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要聽的就是 UK車庫嗎 UK Funky UK Funky UK Funky 好 那我們就來funky一下 對這首歌是那個 呃 呃 呃 那個 Z Bias 大概在2009年嗎 對 發行了一首歌叫 Neighbor Neighborhood 然後Z Bias Club Mix 然後大家可以聽一下這拍子就是所謂的UK Funky 好 來來來來來 就是有一種 非洲風 非洲風 eprobeat的感覺 OK 我們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有一些dancer 他會 他會 不定時的進來這樣子 好吧 當他們feeling的時候 他們就會進場 If you drop it right Gonna make us move or not So come on tell me How you feel Everybody 欢歌 成功 手 我 一 都 一 一 都 一 都 一 都 是 page 這個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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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eel good i feel good yes wonderful good anytime i come in at the dance and listen to the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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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my neighborhood in my neighborhood ZENKA IN MY NEVERHOOD IN MY NEVERHOOD ZENKA IN MY NEVERHOOD IN MY NEVERHOOD 地震了 I feel good 好廣播 I feel good 我們現在不是在做廣播啊 這首歌就是當時UK Funky的名曲 那我可以問一下 譬如說像是他們在做這樣音樂的時候 他們真的會去找非洲的樂手 或者是MC來做合作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取樣 他們有在聽非洲的音樂 或是亞馬加的音樂 然後他可能取樣他們原本當地的歌或是舞曲 然後再融合到UK的音樂裡面 所以剛剛那個是UK Funky 然後我現在再介紹一首也是UK Funky的歌 然後我剛剛講說 UK Bass的那個音樂的特色 雖然節奏都很不一樣 可是他都會有一個Bass音很重 Sub很重的感覺 因為他畢竟還是Bass 對他是Bass 而且他是英國Bass 所以他是那種很原魂很低沉那種Bass 很Pump的 很Pump的 對不是很Paw的 不是那種Wabble Bass或什麼 對 然後這首歌也是當時UK Funky的一首名曲 然後他叫Fodeless Fodeless 對 好所以這也是UK Funky 對 好那我們來聽一下 這首歌是由Bridge Bridge就是也是製作人叫Bridge 對這首歌也是有非洲元素在裡面 這首比較沒有 可是他也對 所以這樣就可以感受到 為什麼這兩首歌都差那麼多 為什麼還都叫UK Funky 對 可是就是因為他們的Groove有點像 好那你先放我來感受一下 好你感受一下 不過這有前奏有點長 對 線上的朋友也試著感受一下 要感受一下 然後要是線上的朋友有任何問題的話 對我們剛剛講的什麼 可以在那邊 聊天室在這邊還是那邊 想要是在 聊天室在這邊還是那邊 應該在這邊 應該在這邊 這邊 你可以在聊天室這邊發問 對 或者是 可是我們不接受點歌啦 基本上 除非你點到我剛好要放的 對 那就那個送你個小禮物 所以說你要是有任何問題 覺得說 欸不知道這首是UK Funky啊 還是什麼 Bass啊 還是什麼東西的話 你都可以 就直接 打在聊天室裡面 對有可能我們那個 我們有大大會回答 我們這邊有超多大大 或是我們有小編會幫忙回答 對 你有文字回答 好那我們還是來聽一下 這個沒有非洲感的 UK Funky 好發的來自於Bridge 呃 呃 為分量 為命 為文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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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就是2000年左右 2000年左右 所以也15年了 有 就是它其實是有很長的歷史這樣 沒錯沒錯 可是它一直在演進 所以後來又有Post Dubstep什麼東西 等一下也會有一首有點類似Post Dubstep 那所以我們現在聽的就是 UK Dubstep還是Dubstep 即將要來這首 這首就是UK Dubstep UK Dubstep 對 其實Dubstep一開始真的是從英國來的 只是後來傳到美國去就變成 Snow Dog Rihanna 不是啦 Skrolix Skrolix 對對對那種 WaiWai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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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把自己頭打爆那種 對對對 對 因為他們就很喜歡加很多很花俏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Bassize做得很複雜這樣 可是 其實一開始的Dubstep的重點是 你 它的精神是 你要在Bass裡面冥想這樣 所以它是SUB很重的一個音樂 好 然後他們那時候都會有像 所謂的Sound System 它就是把所有的那個 SUB的音箱 對 黏成一座牆 黏成一座牆就是那種 整面一直進下去 你就只有看到音箱這樣 對對對 然後你在裡面就是被Sub包圍在裡面 然後就是 這也是一種他們的曲風 這樣子 然後現在這首歌就來自於 Skrim的Midnight Request Line 好的 所以這個是很早期的Dubstace 呃 這應該是2009吧 2009 也不算最早的 不過就是 是UKBASS 被大家發現出來前 好 那我們就先來聽一下 2009 Dubstace 我不用再聽一下 我還會不會做錯的 我可以趕快的 我可以說 他不會做錯的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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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大大說這首歌是用PlayStation做的 對 什麼都可以做音樂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聽一下 這首歌也常常到現在還是會出現在我的DJ線裡面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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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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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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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